今天的话题和大家继续讲有关茶多酚 已经介绍过它的疗效了 现在教大家如何盡量吸收多些茶多酚 先略略讲解什么叫茶多酚 就是茶叶里形成它的香味 和它的营养主要功能的成分 这个茶多酚其实是茶叶中一种叫多酚类物质的总称 不是所有茶类的茶多酚含量都一样 茶叶经过发酵的程度越多越深 这个茶多酚就会转化成为其他物质的数量就越多 那么多变成其他物质的时候 剩下它的含量就会相应减少 所以未曾经过发酵的绿茶 它的茶多酚含量是相当丰富的 有数据显示绿茶里面的茶多酚含量 是比同等品质的红茶高出144% 而比同等品质的乌龙茶高出59%左右 除了不同种类之外 茶叶的品质也会影响茶多酚含量 像你制作茶叶的时候 如果茶叶是越嫩的部分 它的品质就越好 因为嫩叶是生在最尖端的地方 最接近阳光的 就能够充分进合这个光合作用 就会有较多的茶多酚物质 但是这个茶多酚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 在高温程度下 它就会适合得更加多 所以我们经常说水滚茶叶就是这样 水越滚它能够释出越多 那我们就可以吸收多些了 这个茶的营养价值当然更加高 茶多酚虽然是好 但是很可惜 入到人体里的吸收率是很低的 只得2-5%左右 所以 怎能够去吸收多些 就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而现在有实验发现到 是可以有方法的 在美国的普道大学的研究 发现如果在绿茶里面 加入一些很有维生素C的 这些叫Citrus fruit 即是金类、吉类 这类的食品 是能够提高人体 对这个2茶分 即是茶多酚的吸收效率 令到它的保健功效增加4倍 而实验之中又是明显显示到 那么多类这些金骨类的食品 柠檬的效果最好 竟然有研究说高达到13倍 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可以达到高到13倍吸收率 好简单 很简单 我们就用最好的绿茶 和最有效果吸收率的柠檬 这两样合起来就最佳拍档了 但其他茶叶都可以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绿茶去泡制这个柠檬绿茶 首先用滚水去冲这个绿茶 第二呢 我们的柠檬首先要洗干净 因为皮不可以片了它 一定要连皮切成薄片 你说我不爱皮渣 柠檬汁有没有效呢 有效 不过会少紧维生素 因为皮很有营养的 继续的情况怎么做呢 就是切了皮之后 这个过程 这个茶应该已经比较 没有那么热的了 是冷一点的了 那时候才加一些柠檬片 用你的匙羹 硬硬硬硬硬硬的柠檬片 它就有柠檬汁出来 那就饮用了 但是如果你想得到最好的功效 不要加糖 不要加蜜糖 就这样喝 是比较酸一点 但是它的疗效是达到最高的 那柠檬皮 为什么不要去切掉它 不要只用柠檬汁 加上皮好一点 因为皮里面 是有丰富维生素C 它的含量是比果肉更加高 而且它有一种叫做维生素P 对我们的血管很有帮助 可以预防小血管的脆化 增加小血管的弹性 所以对血管的保健方面 是很有帮助的功效 如果你去皮 或者只是拿一些汁 那就没有了这个维生素P 另外如果你真的说 柠檬都是比较酸一点 不加糖不行的时候 你可以在新年期间 这种很时令的水果 就是甘吉 你用它来代替 效果一样很好 因为100克的甘吉里面的维生素C 有35毫克 而100克的柠檬只有22毫克 但是可惜的是 甘吉只是时令 过年期间有 而其他时间 全年都有柠檬 所以柠檬是一个首选 而且实验证明 它的吸收率是最高的 所以各位朋友 有机会多喝点绿茶加柠檬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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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